這也是你們 一手抱起重達10公斤頂板 工地工人各個都在趕工程進度 現在產業到底多缺工 主機總處數據指出 2022年8月底工業級服務業值缺高達23萬個 其中製作業佔了7.7萬 雖然勞動部5月調整聘僱移工資格 預計將增加2.8萬名移工 但產業大佬直言還是不夠 可是我們的法令對這一部分非常的不友善 也就是他工作3年5年7年 萬一他在這邊結婚有了小孩 然後小孩要念書的時候 突然會發現這個環境跟法令 會逼得他們離開 我們必須要用更開放的態度 來迎接未來不同的人力或人才的組合 產業大佬不約兒童呼籲放寬引進移工政策 工總也提出解決缺工三件 第一不影響國人就業前提下 放寬產業引進移工規定 並透過修正就業服務法 擴大吸引流用我國培育橋外生 最後提高競材條件 建立友善留台環境 會就國內的勞工的權益 會優先來保障 但是同時呢 對我們產業的持續發展 充足的人力的這個部分 也會做考量 所以這個都會在這個跨部會的平台裡面 會陸續的 最近都會陸續的退出來 除了交通部已經推出的 觀光和旅宿人採訪案之外 經濟部預告接下來 也會針對各產業缺工情況 推出因應計劃 不讓缺工問題持續擴大 這次有關跟蔡成佑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